我們來試看看加上超音波 就是一個老師提供超音波 一個老師的是用我們剛剛LED點舉證可以嗎 那我們先看看這個超音波你拿出來了之後呢 你看到這裡 它下面這個地方其實已經有寫了 一樣它這裡有GND一個VCC 另外一個是發射一個是接收ECHO 所以我們總共有四個角位一樣的 我就一個老師的先把LED點舉證拆掉 我們這邊呢 我看一下 我一樣先把它接上去 對對對一個拿掉 一個老師拿掉另外一個老師你就先留著 兩個就可以一起玩 那像我們的這個超音波其實也有什麼 也有模擬器可以用 模擬器上也有超音波 所以也還蠻好玩的 好那我這四個角位我一樣先接上去 像這樣我先把它接上去 我都照順序啦 我盡量照順序接 這個 對 我就照這個順序 好那我現在接好之後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邊超音波 我就用3.3伏特就夠了 好3.3伏特 所以我把它拉高一點 來 來 在這邊 好你 3.3我們這裡有一個 Smart上面一樣有兩個 所以我的第一個VCC是棕色的 我就先接到這邊的3.3 好那第二個 我把它接到16 我的是紅色的 我接到16上面 第三個Echo 我的是橘色的 我接到14 最後還有一個黃色的 是接地 就要翻過來啦 其實 其實Smart 比較麻煩 就是因為它板子比較小 所以接腳比較少 接腳比較少 那我接就要G&D 好 這樣我就完成了 好那一樣的 您可以先測試看看 先接上去 我把這個 先接進來 但是超音波你比較看不出來 要真正把積木弄上去之後再來 只是 你先確認一下 你的開發板 接上去之後 是不是能夠正常的連線 好那超音波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就是積木再來用 所以我的這樣亮OK了 好 來 給各位老師先試一下囉 謝謝大家